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来到I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者 Hello,大家好,我是Ivy 欢迎回到Ivy的微醺酒馆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那除了热红酒之外呢 在圣诞大家都会去喝一款非常传统的饮品 叫做蛋酒Egnon 我按照网上教的老办法做了一次 居然花了我两个小时 我作为一个极没有耐心说我要喝酒 就要马上喝到的酒鬼 我就搞了一个烂人版两分钟搞定的蛋酒 那这一期呢就来教大家一款传统圣诞明品蛋酒 话不多说,马上走起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白兰姆酒 你家剩最多的威士忌 百丽甜 没有百丽甜的就用奶油代替 鸡蛋一个 简单糖浆 牛奶 装饰品我用的是肉桂卷 加入30毫升兰姆酒 30毫升威士忌 20毫升百丽甜 10毫升简单糖浆 加入一整个鸡蛋 来一次剧烈的干摇 加入两大块冰再进行一次剧烈的摇晃 倒在事先冻好的杯子 请出你的猫来品一品 诶,不对 最后加入牛奶填满整个杯子 最后加入牛奶填满整个杯子 放上肉桂卷撒上可可粉就可以了 加面油桂漫 记得喝之前要搅拌一下 搅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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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搅 搅拌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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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试下味 顺滑的口感而且奶香十足 没有一点点鸡蛋的腥味 反而呢是有一点点清甜 而且呢我用的是三种鸡酒 兰姆酒 威士忌跟百丽甜 这三种酒精混合起来三种快乐 怎么讲呢 觉得有点像运动的蛋白饮料 但是是蛋酒精 干杯 现在就赶紧去你家冰箱 抄起鸡蛋做起这款非常简单的蛋酒吧 你可以加任何你喜欢的鸡酒 什么波本啊 兰姆啊 各种各样 所以就好 好喝就行 圣诞节快乐赶紧去喝吧 喜欢Ivy的别忘了一键三连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